9月10日 琴亚洲小姐王景瑞 华裔女歌手刘承之 以及12位东方女神 选美大赛嘉莉 齐聚西贡白沙湾公众码头 与媒体见面 作为大赛的创办人 兼这次的比赛评审 王景瑞指参加选美 比的是自信心 和发掘自身的闪光点 我觉得就是要自信 然后选美 它就是可以让你 更加的发掘 自己的闪光点在哪里 然后可以拓展自己的人际关系 找到你属于你的闪光点吧 大赛还邀请到 常在外国表演的刘生芝 来教各位嘉莉的舞台表演 她坦言穿泳装表演 对自己来说是常有的事 接下来会教嘉莉们 如何在展现自己的同时 又不会走光的技巧 我在美国唱歌的时候 经常也会穿泳衣的 还有表演的时候 也可能会比较性感一点 所以等一下我教一下嘉莉们 对不起我的国语不太好 嘉莉 嘉莉 教一下她们应该怎么摆post 或者是怎么要小心一点 才不会走光 或者是要怎么post 会比较让她们看起来 比较身材比较好 或者是看起来会比较自信一种 等一下都会教她们 曾经是杂技演员 又是退役军人的 五号嘉莉徐潘表示 希望可以通过这次东方女神大赛 进入娱乐圈 志愿是成为像杨子雄一样的武打明星 全方位发展吧 因为我自己本身唱跳 也是有一些基础 我自己最希望做的是 像杨子雄老师那样的 因为我自己 好 再来这边 好 这里 这里 非凡娱乐香港报道